牟尼金色 英国记事集 其他问题系列 卖了多年的房子终于顺利出售了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 请示房屋出售问题的分享 来文照灯 请示 投资于台北中和的公寓 目前三间套房满租中 并无急受之需求 本周突然接到三年前委托的房仲好友电话 有买家在找该区对象 基于友情 在未签委托书之下 同意其待看 结果对方非常喜欢 复看后出价850万 尚可在意 该价格已打平五年前买屋家装潢 成本830万 为本对象近年最高出价 请问是否要出售 还是持续放着收租 每月有6000元盈余 佛菩萨慈悲开示 照对方条件 马上出售 因你有在写文章分享 系佛菩萨照顾 看到开示的当下 我马上开始电话联系 当日晚上9点 已经在台北完成签约了 12个小时内 完成委托 斡旋 签约 真的是马上出售啊 并以875万元成交 打平中介费 土地增值税 完全没亏本 而且房子本身 是47年高龄老公寓 虽然有整间水电管线 翻新改装 但因乌龄太老 一般人要银行贷款 相当困难 结果 对方是以875万元 全额现金购买 完全不用贷款 中介朋友说 这实在是难得的缘分 相当幸运 其实 我真的很意外 因为这件事 完全没有在预料之中 房子满租 房贷完全由租金支付 而我在东部读书 学生生活平顺 并无迫切的资金需求 根本没有千尾托出售 只是偶尔心里在想 我应该不会再回台北定居了 除非去台北念博士班 但之后也不会在那里久留 房子就先放着收租吧 我现在的生活很简单 每天定课消魔性 金刚经十五步 业障或超度经文五步 度重业务 功课论文 因为魔性干扰层面很广 没念经 身体会很不舒服 原本 已经每日定课 念七步金刚经十个月了 后来 开始尝试每日消魔性定课 念十五步金刚经 因为经社修炼社团 鼓励大家发挥潜力 努力精进修行 在几次度重业务 一直卡关 难以顺利进行后 一位师兄建议进行念经马拉松 提高定课量 长期坚持才是真正的锻炼 我一听 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所以隔日马上开始执行 进行一段日子后奇妙的发现 虽然念经的时间增加了 但是荒废掉的时间变少了 心情稳定愉悦 做事效率提升 除了消魔性的经文要念 业障或超度经文定课 也一定要完成 欠债本来就要偿还 过去是 我们伤害业主菩萨这么深 他们愿意和我解约是结 真的是天大的恩惠了 业障功课千万不能荒废 这是对业主菩萨的诚信 以及还债消业者应有的态度 曾经有一次 我只有念完消魔性定课 忘了念还业障的五部经文 隔天身体超级不舒服 原来是业主菩萨在提醒我 忘了念还业障的经文 当天一口气念完两天份 共识布业障经文 整个人就回复正常了 所以 该消的魔性 该还的业障 都要一步一脚印地完成 不能忘记 荒废 或是故意不念 这是过去是 自己造的业 有机会偿还的时候 就要珍惜 并且全力以赴 回想起三年前的我 业障缠身 魔性发作 身体虚软无力 无法出门工作 可是身上背了两间房屋 共910万的贷款 被房贷压力压得喘不过气 当时又不慎接触外道 每天在家里 施行外道供奉仪轨 希望能够得到加持与帮助 当时真的是天天以泪洗面 浑浑噩噩 不知道黑暗的日子 何时才有尽头 在经济压力下 签一堆委托书给多家中介 也有许多看屋的买家 但是 房屋成本为830万左右 出价600多万 700多万 这样赔本的价钱 怎么可能出售 当时的我 还没遇到惊涉 尚在接触外道 为了能顺利出售房屋 改善生活 所以我很努力地 进行外道供养仪轨 一开始 虽然有些成效 但紧接而来的 就是内心极度恐惧焦虑 和精神的压迫感 房屋最后 也没有顺利出售 或许是福德资粮 有被外道挪走吧 越是认真进行 外道供养仪轨 生活 就越萎靡不振 接触经社已经两年多了 那些外道法门 被我一一舍弃 现在 就是认真的 每日送持金刚经 或要诗经 定期阅读 高僧大德文超 写心得分享 有回向圆满的案例 就写感应文投稿 有机缘参与杜众业务 就努力做 我的生命开始翻转改变 回向了十多笔业障 第六阶段魔性 也快消完了 虽然 还有好几笔 已开始业障在排队 可是 身体比以前健康许多 生活平顺幸福 最近 还去看了萤火虫 参加戏上歌唱比赛 和同学爬山 看瀑布戏水 除了念经之外 生活变得更充实有趣 这一切的改变 都是因为有 谋尼经社佛菩萨的 看顾 以及经社 义工师兄姐的协助 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感谢 在上周 突然接到电话说 有诚意买家 基于对那位 房仲朋友的专业信任 没签委托书 就同意他代看 对方全家都看过后 就出嫁了 而且是高瑜 所设定底价的出嫁 我真的非常受宠若惊 又担心会不会是魔考 所以 马上安排 当周日 去经社现场请示 因为真的太突然了 听到谋尼经社 蔡师兄说 是因为 我有在写文章度众 所以 佛菩萨特别照顾 要我马上出手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早上开市 下午补委托文件 晚上就签约售出了 还加价给我呢 写文章的现在 一成误款 已经屡约保证户头了 人生酬业 处处都是考验 顺境逆境 都是锻炼我们身心 更加强韧的养分 虽然目前房子 顺利售出了 但我知道 人生还有很多关卡 需要去突破 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努力学习 面对任何在生命中 发生的事情 都要平静面对 审慎思考应付 我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努力改进 感恩佛菩萨 耐心陪伴与教导 仅以此文记录 这奇妙的时刻 感恩佛菩萨恩典 感恩牟尼经社 蔡师兄 感恩经社 义工师兄姐们 分享完毕 要让生活从混乱 归于平静 需要经历怎么样的过程 有原人在上述文中 给我们一个 很真实的分享 现代人生活较不快乐 笼罩在各式各样的 压力之下 很容易误入 外道体系之中 而不自知 一旦陷进去之后 各种干扰 就随之而来 或许一开始 对于所求 会有些效果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您有求于人 就得回报于对方 或许是需要您的供养 招募更多新人 加入一起 供养共修 或是大量抽取您的福报 加入外道之后 您的人生 就会被外道的灵团控制 让您本事 甚至是未来事 深受外道影响 苦不堪言 若是您的福报被抽光 就会开始抽您的家人 或子孙的福报 让整个家族 都陷入仇云惨物的困境之中 一开始接触外道 可能会让您的生活 暂时平顺 如鱼得水 但福报用尽 或是您无法再达到 外道的要求时 这暂时的荣华富贵 就会如同过眼烟云一样 稍纵即逝 您往后的生活 没有足够的福报 就会越走越辛苦 越走越多磨难 要让生活顺利 最有效的方法 还是脚踏实地努力 老实送金还债 补足福德资粮 虽然听起来 有些老生常谈 但最平凡简单的方法 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经设部落格收录的感应文 全都是请示者 亲身经历的分享 包括您现在看的 这一篇也是 有缘人们 借由请示经社佛菩萨 按照佛菩萨 开示的方法 一步一脚印地努力实行 最后 终于将困扰 人生已久的问题解决 脱胎换骨 翻转人生 造成人生处处受阻碍 不平顺的原因有很多 扣除自己本身不努力 老是想投机取巧等因素之外 还可能有业障 魔性干扰 祖先求超度 冲犯煞 外灵外道干扰 自身福德资粮不足 等等 这些障碍因素 就要扣问 牟尼经社佛菩萨慈悲开示 才能找到 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症下药 彻底地解决您的问题 来经社请示的有缘人 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 问题解决之后 这些有缘人 大多都会写感应文分享 让更多人 可以看到佛法的神奇妙用 有佛法就有办法 只要您愿意 脚踏实地的精进 再难的问题 都有机会可以解决 上述有缘人 也是如此 接触牟尼经社之后 渐渐地远离外道 每日精进的诵经消磨性 业障 让他的生活转变为平顺 踏实 也比以前更加丰富精彩了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药师经上说 复应面 比如来本愿功德 读诵子经 思维其意 演说开始 随所要求 一切皆碎 求长寿得长寿 求富饶得富饶 求官位得官位 求男女得男女 都在在说明佛法的妙用无穷 但这边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们精进学佛修行 不是只为了求生活平顺 名利富贵 而是为了修正自己沉积已久的习气 改正不良的行为 让自己借由修行 消除素叶 并且救度众生 让更多人脱离轮回的苦海 人生顺遂 只是学佛修行的附加价值 更重要的是 自己心态要学会转换 善护念 凡是要用善的眼光看待 您就能发现 人生处处都藏着美好 只是您以前没有看到 有缘人真的很精进 每日十五部消磨性金刚经 还有每日五部消夜账的经文 如此认真 再多的经文都送得完 诵经除了消夜之外 我们还能从经典中 学习佛菩萨的智慧 明白该用什么方法 修正自己的习气行为 当我们用慈悲智慧带人处世时 就能凡事都替他人着想 不再种下新的因果愿节 前夜尽消 后夜不生 这样的人生 哪里会不顺利呢 牟尼经社蔡师兄曾说 甘愿还 就会还得很快 只要您愿意诵经还因果债 过去世再多的素叶 您都能解冤世节 只要您愿意改变自己 凡事谦逊忍让 善护念 遇到再多的挫折与磨难 您都能迎刃而挤 只要您愿意精进努力 凡事以利益众生为优先考虑 您自然得上天护佑 福报绵延不绝 学佛修行的好处 真的多到说不尽 道不完 各种的神奇与奥妙 只等您来发觉体会 只要您愿意 您也会是下一个 奇迹是改变人生的受贿者 若您也感受到佛法的不可思议 动动脑 动动手指 写一篇感应文 寄到牟尼经社信箱 与众生们分享 您的故事也可能是改变 其他受苦众生命运的契机哦 如同上述请示者分享 除了诵经宵夜之外 有回向成功的感应 就会写文章分享 他的分享文收录在经社部落阁里 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让更多人因此开始学习佛法 这就是法不失 写文章分享就可以救度众生 还能如上述分享者一样 得到佛菩萨照顾 这么方便的行善方式 不抢着做 实在太可惜了 大家赶快把握机会吧 让更多人因为您的分享文 改变命运 翻转人生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 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